眼下各地的春耕被剥工作陆续展开 农民一旦买到了假种子 那么一年的收成可能都要泡汤 因此种子打假是各级农业行政执法部门的重要工作 而面对种子界的理鬼和理鬼 农民肉眼繁胎无力甄别 但是种子库的科学家们却有办法让种子成为不说话的证人 拨开迷雾找到真相 在2021年国家宪法日公布的《新时代推动法制进程》十大案件中 有一个特别的案子 种子界的理鬼和理鬼 事情的起因来源于微信群上的一则种子销售广告 原来青根田公司正在销售一个水稻新品种 名为金金818 然而被一家叫金地的公司控告侵权 说这个种子的所有权属于他的 到底谁真谁假 种子的鉴别究竟谁能定呢 种子留存的地方 就是国家种子库新品种宝藏中心 从政治角度来讲 被调取的种子具有很强的客观性 我们在拿回来之后通过司法鉴定程序 基本上是同一品种 来做出侵权认定 这里就是案件中提到的国家种子库新品种宝藏中心 能来这儿的可都是种子界的新贵宾 别看他们平常默默无闻 一旦发生纠纷 作为金标准的他们绝对说一不二 我们这个种子它是作为标样 或者是说作为一个比方 它可能就是执法用的 作为品种代表性的一个种子 然后存在这儿的 作为品种标准样品 新品种的标杆作用毋庸置疑 而为了维护这些新种子们独一无二的地位 宝藏中心的工作人员 必须付出异于常人的耐心和细致 理赔就是其中之一 咱们这块种子样品呢 就是作为唯一的食物物证 来维护种子市场的公平公正 职业高中毕业的理赔 从基层技工做起 一步一步成为如今的高级技师 八年的时间 四万个新品种 数万里种子在理赔和他的同事手里 被分类被入库 精准无误 这个可能是我们收到的第一万份种子 但是对申请人来说 它是唯一的 它可能一生中就育成了这一个品种 所以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们也要认真对待 正是靠保藏中心的标准样品 经地公司打赢了这场官司 要知道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事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每一粒新品种种子的知识产权 都受法律保护 而这份保护 最坚实的力量源泉 就来自国家种植库 新品种宝藏中心的标准样品 不会说话的证人们 在种植库工作人员 今年累月的呵护下 默默无声地 维护着种子市场的安定 维护着种业的健康发展 国家粮食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